好啦,我們看一下 嗨嗨,大家好,我是貓咪 YouTube,美國Alphabet旗下的影片分享網站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影片搜尋和分享平台 2022年,YouTube也突破了24.76億的使用量 如今,正在看影片的你 也覺得YouTube是最安心 最適合家庭小孩觀賞的影片分享網站了吧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你平時觀看的內容只是YouTube的冰山一角 YouTube潛沉在冰山底部的黑暗影片 多到讓你頭皮發麻 那你一定會好奇 YouTube黃標那麼嚴 有很多YouTuber動不動,影片就被黃標了 甚至還被ban掉 那種影片怎麼可能流傳在YouTube上呢? 對,你輸對了 YouTube有自己的規則 但規則中總有不小心找到的漏洞 YouTube大部分由系統判斷黃標 如果判斷有誤才可以申請人工審查 你在松學欄中打入想要的內容 下面就會跳出一些推薦 大多是演算法 或者是你喜好的項目所推薦 而這些影片大多已經經過系統判斷為安全內容 有些人為了躲避系統的偵測 就會把影片的標題或標籤打上奇怪的符號 這樣就可以把違反YouTube選擇的影片 正大光明的放在網路上 不但公開透明 封面也直接大方的放上寫新圖片 除非有大量觀眾集體檢舉 才可以把影片消除 OK 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驗挖掘看看YouTube的暗影片 那我們現在是開了一支新的帳號啊 畢竟我不想讓我的YouTube以後都是那些東西 我們先搜尋看看符號好了 我們點一大堆點 然後這樣子 欸 找不到結果 尷尬囉 點可能太多了 一個點有欸 那我們看一下大概搜尋到的是什麼 目前出現的都很正常欸 唉唷 有喔 開始出現奇怪的東西了 我覺得我目前搜尋的大數據好像都蠻正常的 除了會有一些比較恐怖的影片這樣 應該是我這支帳號他目前的數據都很正常 所以也不會有什麼 喔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調小聲一點 等一下 我怕他都突然尖叫 還怎樣呢 嗯 OK 來 我們繼續看 有那個欸 寶寶視頻欸 寶寶視頻其實也是個都市傳說 我們下次來做 OK 再來我們要搜尋的這個符號很特別 是一個O 然後被撇一撇 他比較像是別國語言 可是這邊Google翻譯好像偵測不出來 喔 開始了 開始了 各位開始了 好 我們才剛開始搜 就出現了一些比較寫性的圖片 然後你們會看到他們的標題都是一些 比較奇怪 然後比較成人的內容 對 然後這個大家應該都看過吧 這個是那個啊 都市傳說影片出來 這部應該大家都看過吧 這個就是有人在說他可能是在吃人肉糖之類的 對 OK OK 然後你看他們都會打這種奇怪的符號 奇怪的文 來 我們來複製一點點 去翻譯一下 喔 越南文 這是越南文 呃 什麼什麼恐怖 我們直接去Google搜尋這一段 喔 各位 開始了 這些就是上不了檯面的影片了 然後他的封面都會用一些非常寫性的 真的很寫性欸 然後還有這種恐怖的啊 然後這種 可是有人說他們都會藉由這個方式 然後就是可能封面都會放寫性的圖片 然後來真流 吸引人去看這樣 可是 可是聽說你如果多點一點這種影片 你越暗就會越多真的暗王的影片 就是他真的會輸出暗王的影片 那我們就現在先給大家看一下封面圖啊 然後 還有湯姆貓與傑利鼠 天啊 還有佩佩豬 毀壞童年啊 各位 海綿寶寶 Oh my god 好 欸這個這個這個 我們上次看過啦 那個 那個舉槍的各位 記得嗎 他好像只是封面長那樣而已 因為他影片內容好像都不是這樣 我們隨便點一個 反正這個已經看過了 點進去 本來是他就是一部很正常的影片 他們好像都是只是封面放一些很寫性的 可是這個照理來說一定會被YouTube ban 圖片啊太寫性了 你知道我不是有一部是 影片是整ES的嗎 你知道嗎 我吐血 然後被黃標 然後他們這種沒有被黃標 他們封面直接給我放那種 就是暗王才出現那種 什麼都是寫寫寫寫寫的東西 我們現在隨便點一部來看好了 好就這部了 這部影片可能不適合某些使用者觀賞 欸他有年齡限制耶 好啦我們看一下 WTF 4秒影片 然後他設年齡限制 然後就是一個人他在玩吃雞這樣 那封面圖其實真的還蠻噁心的 那封面圖是一個人的臉爛掉了你知道嗎 好我們現在隨便點一部來看啦 這是假的吧 我不知道這真的還假的耶 他拿就一個男的然後拿電鑽 把自己眼睛鑽了這樣 我們繼續看相關影片 這還蠻靠北的耶 哈囉 就是他把自己的眼睛拿下來吃掉這樣 可是他感覺本來就沒有眼睛你知道嗎 就是那應該是假瞳 你知道他只是要嚇人這樣 欸唷 這不會是 疼痛奧林匹克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這個也是在 Google不能搜尋的單字裡面 看一下好了 OK 我們要先看廣告 欸這個觀看超多耶 等一下等一下 他是真的 真的疼痛奧林匹克嗎 喔真的耶 他是真的 可是他有打碼 他是打碼版的疼痛奧林匹克好不好 反正他就做下去了 對 他做了一個杯子這樣 啊重點是這部影片他們有 兩千三百五十九萬次的觀看耶 What the heck OK 然後這些封面圖一樣 用得非常諧星這樣 就是非常吸睛 然後還有那種 ISIS 砍頭按的那種 讓我們來選一部 配配豬的來看 嗯 嗯 嗯 我看是沒什麼感覺嗎? 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今天是一個愛佩佩珠的小朋友看到他會有什麼感覺 我們現在要來搜尋符號 所以我們直接切換到我們手機的畫面 OK 各位我們現在到了我們的YouTube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搜尋符號 我們一樣搜尋 那我們就隨便選幾個喜歡的符號吧 剪刀 企鵝 Oh my god 太血心了吧 這是動物吧 動物屍體 我現在只是隨便搜尋 他現在就超級多 那種真的很血心的 我只是隨便打符號 那我再亂打一些 愛心 哭哭臉 笑臉 ZZ 拜託 烏龜 好這樣 咖尾有什麼 喔 喔 跟剛剛其實差不多欸 可是就一樣都是一些很奇怪的 那我們就再搜一次一些奇怪符號了 喔 一樣非常的寫聲 可是有些也是正常的啦 喔有勒 我剛剛換了一個點 OK 那各位如果有發現這種類似影片的話 還是建議檢舉它吧 畢竟YouTube還是有自己的規則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在這邊結束囉 那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睡著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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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獅子 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 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